我们第一名选手准备出来了 让我们有请第一名选手 孟川 50 25 太激烈了 我是孟川 来自山东省济南市 现在是尼勒俱乐部的会长 像我这样的纯文文型的选手 其实开场会比较难 开场太难了 第一个场台就是英雄 我知道的应该有十几个演员 他们想跟我比较一下 我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人缘那么差 你还没想到这个事 如果我讲热了 你们也不一定能赢得了我 如果我讲冷了 你们接个冷场子 你们也不好讲 所以就何必呢 不要干我 要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 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没想到出一赛那么残酷 不过我感觉我也有些优势 搞喜剧嘛 最重要的是挖掘素材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怎么可能不会来挖掘技术 就最近这几年 我的生活重心一直围绕着孩子 从我结婚以后 我爸妈就开始催生 各种暗示 后来为了因为他们催生呢 就给他们买了条宠物狗 他们开始嫌狗吵 嫌狗有味道 一个多月以后我回家 我爸妈就指着我对狗说 拜拜 叫哥哥 而且呢我妈有了狗还不知足 经常抱着那狗 哎哟 你说说 这要是抱着孙子孙女该多好啊 我说正好呗 来 拜拜 叫爸爸 而且呢后来开始悲孕了 但是我爸不知道 我爸就直接跟我说 儿子 你是不是身体有点问题啊 我看电视上说 在咱这个地区啊 每两个男人就有一个不孕不遇 而且我又不是 我说爸 我现在正在备孕 要戒严戒酒 每天跑两圈 要跑六个月 我爸说傻儿子 那你倒是努努力啊 你每天跑四圈 三个月不就行了 备完孕呢 我媳妇也准备好了 但是我有点拖延 直到看到了一篇文章 上面说 有95%以上的女性 生育完以后会忽略伴侣 我对自己说 那还等什么呢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有时候也很爱我的媳妇 什么叫有时候 然后现在好多时候 也都是我在家带闺女 什么东西都给她买好的 喝的就是蓝河绵羊奶 好 好 好 喜欢这个是吗 全羊乳配方 还有什么奶粉比她更好 我媳妇说 这绵羊奶挺好的 毛多 孩子长大了不秃头 我说那可拉倒吧 那喝骆驼奶的孩子 以后也不能脱背啊 现在其实带孩子真的太难了 就是给小孩喂饭那个勺子 比挖二勺大不了多少 一次喂半勺 一次喂半勺 然后喂第三口拿出来 她把勺子给你买上了 一顿饭吃起来是吞吞吐吐 并且有时候呢 还经常哭闹 然后网上说 只要你比孩子哭得更大声就好了 可问题就是 有时候他能止住哭 我止不住 而且孩子哭嘛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有个邻居 他养了只狗 然后也不拴绳 那个狗见着人就哭 所以我媳妇怀孕那段时间 我跟他出去散步 都是我先出去 把狗引开 我还挺生气的 有时候我就跟我媳妇抱怨 不知道谁养的这个狗 真没素质 这时候有个大哥 一米九多 闻着身光着膀子 带着大金链子说 我帮我妈养的 怎么着 我那个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说 我这辈子 最敬重孝敬父母的人了 之前那只狗还到处大小便 邻居们的意见都很大 但是都敬重那个大哥 孝敬父母 直到有了我闺女以后 夜里基本上是 隔一阵哭一阵 那个声音吧 控制在吵不醒人 但能吵死狗的程度 才一个周的时间 我就看见那只白狗 生生被我闺女 哭成了黑眼圈 现在其实 我最大的担心就是 以后怎么跟我闺女沟通 我大学是学机械的 我觉得我们功课男生吧 特别不擅长表达感情 就是我大学时期的社长 当时给他那个女朋友 表白的礼物 是自己花一个星期 用一次性筷子 做的诸葛连毒 你们知道什么是诸葛连毒吗 就弄射箭那种玩意儿 而且他不好好表白 躲在暗处 上人家一线 人家那个女生 捂着胳膊 她就走过去 你就说牛叉不牛叉 谢谢大家 我是梦川 可以了 可以 排场已经可以了 没有问题了 谢谢梦川 谢谢我们 黄老师 这个确实是出过工程上的问题吧 什么意思 没有拍 你们是拍了的是吗 对 那为什么让我这么下不来台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我就是没拍啊 对 这个应该跟幕后工作人员策刃 不是跟我策刃 要我不圆滑是吧 对 是要让他难受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既然梦川得到了两灯 那么就开启抢麦环节 由哪位要挑战梦川的 十秒倒计时开始 又一位 我们脱口性行业是吧 这个已经脏的不团结了 那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站起来 要挑战 我们根据规则 在两个人站起来的时候 由梦川返选 你选择接受谁的挑战 我太佩服你了 我是我 我不好意思这么说 我们有请吐蹄 大家好 我是吐蹄 吐蹄的话一般是在北京讲 他在北京还特别受欢迎 吐蹄比较难得的就是 又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女演员 很讨巧 然后很有观众缘 然后长得也好看 听说我很讨喜 如果我们俩轮到了第二轮观众投票 我不确定 他会不会胜出之类的 加油吧 精力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叫吐蹄 再要一次掌声 大家好 我叫吐蹄 我是个维吾尔族姑娘能看出来吗 看出来了 对 我全名呢 其实叫吐蹄鼓励热节 一共六个字 然后很多人呢 就其实不太会理解 为什么六个字啊 而且我的名字 用维吾尔语言很奇怪 叫吐蹄鼓励热节 我其实你们听着 可能还有点抑郁风情在里面 但其实鼓励呢 就是花的意思 对 所以我的名字翻译过来 大概就是王翠花 其实大家叫我吐蹄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会问我 啊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鼓励呀 因为新疆叫鼓励的太多了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热节呀 因为热节是我爸 就相当于我的姓 你叫我热节呢 就相当于叫李淡叫李 张柏阳叫张 Rock叫 你们听我现在普通话说得还不错吧 对吧 但我其实是从小学一年级 才开始学的普通话 我当时入学时候的普通话水平 就和现在一些 说唱歌手的音语水平差不多 他们会说什么 Hey what's up Scare没了 我当时只会说三个词 就朋友干啥呢 羊肉丑 我就只会说这么多 然后就进班里了 班里是个全普通话的教学氛围 老师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比如老师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能学一首古诗 大家跟着我一起念 呃呃呃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 就和你们听到 接下来这句话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老师想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听到全班一起喊 呃呃呃 我就想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啊 就黑板上有一个字呢 我就要念一下 鹏 所以我念用鹏啊 就是鹏 鹏鹏鹏鹏鹏 鹏鹏鹏鹏鹏鹏鹏 我念得特别坚定 但以至于 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老师都以为我是个结吧 然后老师就把我妈 交到学校里面 跟她谈话 谈话结束之后 我也很愧疚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老师刚才是批评我来着 我妈说 啊 我其实也没太听懂 但你知道吗 你们老师好像有点结巴 我现在越来越开心 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叫土提 给你拍灯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 我们今天鼓励抢麦的朋友 我觉得土提还是很有勇气的 上来抢麦 但是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是为什么呢 我这次问问雨琪姐吧 雨琪姐觉得我太漂亮了 是吗 我特别喜欢这种 有自信的迷茫 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到现在没看清楚 你长怎么样 有来有回 精彩 精彩 然后我觉得你为什么就会想做脱口秀呢 这个话有问题吗 就是我真的建议你 就是你今天多大请问 我25了要马上 那你乘风破浪可以了 你来讲吧好吗 距离乘风破浪还差几年努力 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这种女团类的选秀之类的 太凶残了 我早就听说张雨琪老师说话比较犀利 刚才提到那个长这个样为什么来做脱口秀的时候 我就想那边台上的女选手们心灵影大概有多大 没有他们有自知之明的 好好好 那就好 因为你肯定更了解他们 主题我觉得还是有点着急 因为对手太强大 你如果是挑战一个 我就不提名了 挑战一个某些人的话 机会还是很大的 但是很遗憾 最终只获得了一灯 所以挑战失败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可以跟大家告个别 哦 你看 现在后悔了吧 你们不是听话没用 好 希望大家去看线下演出吧 我一直在线下 好吗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觉怎么样 就讲完了 就很轻松 就还蛮开心 对 以后加油吧 因为我和孟川的风格还差蛮多的 对 我觉得万一呢 是吧 主题太紧张了 没发挥好 段子很好 孟川要是选我 谁输谁赢真不一定 那我们请孟川回到主舞台 你知道你赢在哪了吗 赢在脸皮后上 你真行 哎呀 我是来比赛的 又不是来要脸的 对吧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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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孟川今天开了一个好头 好吧 希望剩下的48名朋友 我抱脸了 好吧 抱脸48啊 那个 因为刚才他最后一句话 我后悔没拍灯了 但现在也来不及了 是还挺好笑的 对对对 而且孟川关键是非常懂事 知道我们这一季的冠名是蓝河绵羊奶 特意生了一个孩子 太懂事了 好不好 好 参加比赛奶粉管购 好不好 恭喜孟川进入晋级区 谢谢 谢谢 谢谢